世界上最干净的十个水域,不但可以直接饮用,甚至能够达到蒸馏水的水平,而第一名的神秘湖泊,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水的存在。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就和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那些超级干净的水域,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金泥犬。 如果炎热的夏天,你准备找个清凉的旅游目的地,那美国佛罗里达你必去不可,因为这里有个神奇的地方,金泥犬。 金泥犬位于圣达飞河的南侧,泉水清澈,有七个水晶般清澈的泉水组成,是佛罗里达最清晰,最令人惊叹的温泉之一。 因为独特的水质条件,这里成为潜水,华独木舟和露营的热门目的地,每逢夏季就会有很多人来此游泳。 福浅,被乡村生活杂志列为美国最美丽的游泳洞。 不管是泛舟骑上,还是在骑中潜水,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福利,你甚至会忘记自己身处水中,而且由于水质清澈,这里成了不少海龟品种的栖息地,潜水过程中很可能会与美丽的海龟不期而遇。 据说,可口可乐公司就从这里提取水源,用于食品加工,金泥犬的水质由此可见一斑。 而金泥犬最刺激的是,湖底还有一个看着有点渗人的洞穴,这个黑洞其实是一个盆地,横跨三十多米,深五米,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晚立于其中,喜欢探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而同样不容错过的,还有下面的这个地方,它的水质能见度居然达到了恐怖的一百米,几乎和蒸馏水一个级别,你敢相信吗? 第九名,冰岛史费拉 史费拉大裂缝是冰岛著名的潜水圣地,位于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 它已拥有极度清澈的水而闻名世界,很多人都把这里列为冰岛旅行必是体验之一。 走入这片水域,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清澈。 根据测算,这里的能见度超过一百米。 加上长时间在里面潜水,会让人产生一种失重感。 不少游客体验后都感慨,像是漂浮在太空中。 而水质如此清澈的原因,主要是水中各种矿物元素含量极低。 大概在一万两千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冰岛的朗阁冰川曾覆盖现在大裂缝的位置。 虽然后来冰川消退,但极度清澈的冰川溶水却留在了原地。 现在的朗阁冰川溶水依然会从数公里外,用超过几年的时间,经过重重地底岩石的过滤后被灌入大裂缝。 这也让大裂缝水域的水得以保持纯净无瑕。 而更神奇的是,史费拉裂缝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一下左手欧洲,右手美洲的感觉。 神奇的大裂缝也曾出演了不少著名的电影,例如诺亚方舟,创世之旅等。 就连不少好莱坞巨星也都曾经亲自探索过这个奇异的水世界。 第八名,吴彩池。 韭寨沟里有一个叫做五彩池的景点,面积有5600平方米,海拔3000米。 就像韭寨沟中的一块多彩宝石,以其碧蓝清澈的水色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 作为韭寨沟风景当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它的面积并不大,不过却是最清澈最艳丽的池子。 池水清澈通透,透过水面能清晰地看到池底岩石的纹路。 而且因为水中含有丰富的碳酸钙,湖水光影斑驳,再加上内含众多微生物,在阳光下可以显现不同的颜色。 每走一步,水的颜色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湛蓝色的湖面像是五彩斑斓,五彩池也因此而得名。 而五彩池最令人称奇的是,哪怕是寒冷无比的冬季,池水也是轻波荡漾,不会冻结。 四季交替时,池水也不会因此增加或减少。 如果想要感受五彩池的风光,十月是最佳时期。 此时周围红中带绿的叶子会倒映在池水中,加上池水清澈,就仿佛是池底长出的树木。 第七名,魔藻之海。 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的一个海域,因海面漂浮大量马尾藻,而得名马尾藻海。 而这些藻类会将海水中的浮游物等吞噬,使得海水变得异常清澈。 部分地区透明度达到了72米,其他地区透明度也有66.5米。 也就是说,在那片海域,你能够看到相当于二三十层楼高的海底情况。 即便是将照相底片放在海底一千余米的深处,底片仍能感光,这是其他海域很难办到的事。 但是如此干净美丽的海域,却有个魔鬼外号,也很少有航运的船只愿意前往这片海域。 同样是为海域带来清澈的马尾藻,因数量实在太多,加上洋流影响,一旦有船只驶入,就会铲入螺旋桨中,使得船只寸步难行,只能等待救援或者放弃。 虽然这片干净水域充满危险,我们无法去欣赏,不过下面的美丽景色还是有机会触及的。 第六名,德国国王湖 在德国有一处湖泊,两边的峡谷陡峭如同斧凿刀坯一般,而水面平静得犹如一面镜子,水源如蒸馏过一样,所以被誉为是德国最美的湖泊。 由于湖泊四周有两座大山,形状像威严的国王,所以得名国王湖。 国王湖长约7.7千米,最宽的水域1.7千米,整个湖泊的面积超过了5000平方米以上。 在最深的地方,达到了100米以上的深度,湖面上生活着天鹅群,伴随着朦胧的雾气,充满了童话色彩。 据说,这一个湖泊是由冰河时期的一个冰川形成的,所以那里保持着最原始的水质,特别清澈。 德国对于它的保护也非常严谨,从28年前起,这片区域就只允许一些小型的航行工具进入。 由于德国人的爱护,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湖泊依然清澈见底,很多人都说,当船只经过这里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树叶飘拽在空中,足以证明这个国王湖到底是有多么的清澈。 第五名,蓝湖 蓝湖是纽西兰纳尔逊湖国家公园的一座蓝色湖泊。 这个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淡水湖,而蓝湖里的水是由临近的胡康斯坦斯冰川注入的泉水。 由于这些泉水在到达蓝湖前,要流经很多以前形成的天然孔隙,在这些天然过滤器的作用下,过滤掉了大部分悬浮在泉水中的固体颗粒,使得流到蓝湖里的水几乎像蒸馏水一样清澈。 研究表明,蓝湖的能见度在70至80米之间,如此高的能见度几乎和蒸馏水的能见度差不多。 而这种近乎透明的水质会形成一种天然的蓝紫色色调,所以蓝湖整体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蓝紫色光彩。 由于这里的水源是由泉水不挤的,以及处在海拔1200米的高度,再加上泉水上面覆盖着发育不良的山毛举树,所以蓝湖的湖水总是寒冷的,温度常年保持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之间。 而这些令人惊讶的清澈水域,也被当地毛利人部落视为神圣水域,这也意味着外地人不允许进入这个湖泊。 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为了鸟看美丽的蓝湖,只能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一探究竟。 第四名,沙巴。 沙巴,一个坐落在马来西亚的岛屿,相信很多人不曾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去过的人都会感叹一具神的水族像。 沙巴位于东马,在马来西亚东部婆罗州的北端,常年温度在23至32摄氏度之间几乎没有变化,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各种水上活动。 沙巴绝对称得上最原始,最清澈的海水之一,而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沙巴发展并不依靠旅游业。 所以,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最佳的生态,其海水清澈度、珊瑚活度、沙滩细度都是一级棒,完全不逊色马尔蒂夫。 如果你去过,就一定会被这里的海水震撼到,因为这里的水太清澈了,清澈到水下的鱼儿仿佛就在你眼前游过一般。 该片水域水温柔和,水流和缓,水中的能见度极高,而且五米的浅滩之后就是垂直落下600至700米深的湛蓝深海,非常神奇,喜欢潜水的你千万不能错过。 日光下的沙滩,夜幕下的碧蓝色海滩,这样的沙巴,你心动吗? 第三名,太浩湖 在美国有一个湖泊被誉为最干净的湖,它就是太浩湖,位于美国加州与内华达州之间的高山之间,是北美最大的高山湖泊,马克吐文称赞它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 太浩湖四面由山峰环抱,海拔1897米,湖水邓进湛蓝,冬天降雪期可长达八个月,路面经常积雪盈尺, 但湖底却异常地深,最深处达500多米,湖水却不会结冰,是美国第二深的湖泊。 太浩湖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湖,因为它的湖水都是四周山上积雪融化或自然降水积累而成, 水滴没有经历过任何污秽之地,直接汇入河中,水质纯净无瑕,湖畔居民都直接将太浩湖的水当作饮用水。 太浩湖的能见度可达水下几十米,据说环保机构每年都会将一个磁盘沉入湖中,来观测湖水能见度的变化。 太浩湖的水大多是蓝色的,但又不是整个湖都是同样的颜色,因为湖随着湖水深度的不同而变化,从而会绽放出不同程度的蓝色。 第二名,梅利萨洞湖 位于希腊的凯法利尼亚岛,有着一个名为梅利萨的洞湖,根据科学家们的考证,梅利萨尼洞应该形成于两万年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下咸水湖。 但直到1951年的一场大地震,把这个洞穴的顶部震塌后,人们才发现了这个惊艳的地下湖。 这处独特的湖洞有3.5公里长,40米宽,从上面俯瞰下去,整个洞内的湖水看上去就像一颗镶嵌在洞穴间的蓝宝石,晶莹剔透,美得如梦如幻,令人仿佛置身仙境。 湖里的水为何会如此清澈?这是因为洞穴底下的蓄水层是海水经过过滤后被吸进来储蓄的,而洞穴的周围被高山以及树林环绕着。 当中午时分太阳投射进来时,湖水晶莹剔透的就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显得特别的蓝和清澈,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游客来一睹奇异景观。 湖水清澈见底,小船就像在水面之上悬浮,令游客惊叹脸脸。 那还有比梅丽萨洞湖更清澈的水域吗? 当然有,下面要介绍的这个,湖水清澈道如果不和你介绍,你甚至感觉不出水的存在。 第一名,弗拉特黑德湖。 在美国蒙大拿州,有一面为誉为天空之径的湖泊,弗拉特黑德湖。 此湖的面积有490平方公里,是蒙大拿州的第一大湖,也是美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淡水湖。 弗拉特黑德湖以清澈闻名世界,这里的湖水被誉为世界上最干净的湖水。 因此,来到这儿的游客们,大多都是为了来体验一下传闻中的飘在空中的感觉。 根据勘测,湖水最深处达到113米,虽然有100多米深,但是如果天气良好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到湖底。 再加上这里几乎没有污染,所以这里的湖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之所以湖水如此清澈,原因是这里的水温特别低,寄生虫、微生物、藻类等动植物无法在其中存活。 如此一来,水中的生物链就变得较为单一,使得湖水一直可以清澈如初。 在这里经常会看到一些小船飘在水面上,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它们一个个都是漂浮在空中。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会相信湖水竟然可以这么清澈。 而且据说,有人在这里还拍到过巨大的不明生物,于是水怪的传说流传开来,让这片本就美丽湖泊更加的神秘诱人。 看完以上的视频,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了? 那你还知道世界上哪些干净的水域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